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Java 今天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Java的类 什么意思 因为Java它是纯面相对象的编程语言 那么咱们讲Java 尤其是第一课 咱们怎么能不讲Java的类呢 对不对 好 那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 一切都是对象class 或者叫做class 这好像说英国人叫class 美国人发语 或者说美语发音叫class 那无所谓啊 一个事啊 咱就叫class吧 好不好 好 那咱们看一下啊 在Java的世界里 一切都是对象间的操作 对象实力间呢 它们彼此协作共同完成程序的功能 你看我还给了有个定义啊 也就是说 在咱们Java编码过程中 任何的操作 任何的代码 都是类之间的交互 数据交换 好 那咱们说要抽象 咱们马上看今天的实战演习啊 今天的实战演习呢 我给您两个类 一个叫做player 游戏玩家 球员 player.java 另外一个文件叫做main main是咱们程序的入口啊 咱们一个个看啊 先看这个player.java 它干了什么事 就干这个事啊 看里面写了 这个player.java里面的代码是 首先做包定义package 然后呢 我跟上一个什么com.video 什么意思 有java经验的朋友 自不必说 如果没有经验的朋友 我给您这么说吧 这个包com.video 其实就是一个您这个应用程序根下的目录结构 或者说叫原代码下的目录结构 这目结构里面有两个子目录 一个是com 一个是com.video 这个com.video目录下 就是咱们这个player.java这个文件的存在 换句话说 咱们包名和当前文件所在的目录名 文件加名要保持完全的一致 它才能够找到咱们的类啊 好 咱们注意这点就可以了 好 咱们再往下看啊 接下来类定义 这也没说的 public 全局公有类 谁都可以用我 class 类嘛 什么类?player 球员 其实这个玩家也行 但是我是按照这个NBA球员的思路去写的这个课件 所以说咱们把它翻成球员啊 player 好 这是咱们类定义啊 然后一个大括号 后面更个反括号 说明什么 说明这是类的定义开始和结束 里面的内容 第一 咱们声明个内部属性 name 球员的名字 它是private private什么意思 隐私 私有 内部 对吧 那这个private在这里面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我定义一个name的字符串的属性 但是却不想被别人所用到 那就定义成private吧 那有的朋友说你是不撑的吗 你不让被人用 你声明他干什么 咱们内部用嘛 对不对 当然了 咱们可以把它公开出去 怎么公开 一会儿下面会讲到 好 接下来 接下来是这个player的构造器 构造函数 大家看啊 这构造函数怎么写 public 必须啊 public为什么 你构造函数 你不写public 别人怎么用呢 别人怎么实例你 对不对 所以是public 然后呢 跟上一个这个方法名 是方法名注意 和类名也完全一致 它才叫构造函数 其他跟函数几乎一样 但是还有一个区别 构造器 什么区别 大家注意看 我的构造器没有返回值 这是最大的区别 你看其他的函数 看到没有 都返回值 参数都无所谓 都是一样的 为什么构造器没有返回值 其他函数 像这是返回的无类型 这是返回这个strain型 字不串型 为什么构造器没有 对 构造器是唯一返回 本对象的实例 所以说 它不能定义返回值 它只能返回这一种类型 所以说 这地方没有返回值 请大家记住 这是构造器的特殊地方 然后这个构造器内容 比较简单了 它传一个参数 在构造时 传一个参数 名称 这个名称 或者叫名字 这个名称呢 咱们把它付给 this.name this什么意思 模板级 换句话说 把参数的这个name 付给 模板级变量的 这个私有变量的name 这是咱们构造器的内容 非常简单 好 再往下看 下面是标准的类方法 我这是构造器 是特殊的类方法 这是标准的 怎么写 public 供大家使用 void 我没法也知道 然后这个是什么意思 shoot ball to 什么意思 shoot什么意思 投篮 投篮 射击 对吧 咱们投了个两分球 这就是这个标准的方法 然后这个方法内容很简单 输出一个 谁 这个谁是刚才 构造器传给咱们 这个球员的名字 就说这个人 他怎么着 投了个两分 近没近 我没说 我只是说两分投球 好不好 在三分线之内两分投球 接下来 咱们再定一个 非常标准的 get set 这是什么意思 因为咱们刚才的 name属性 是私有的 外部并不能够使用 那有朋友说 那我定义它干什么 或者说 我想把它开放出去 那怎么办 不要说 在这个地方直接写public 在这个地方写 直接写public 当然也可以 但是不符合咱们Java的规范 那该怎么写 咱们应该是写内部私有的属性 同时给它定义两个get set的函数 这样来保证 我能够让外部存取到我的变量 这个是Java pochel规范的写法 所以说这个地方请您不要变 而且也不要嫌麻烦 其实也不麻烦 有朋友说 你看我这定义一个私有 然后下面就帮帮帮 有点写这么一堆函数 是不是麻烦 不是 为什么 因为像这种标准的Java pochel的get set的写法 咱们都能够通过自动生成工具 给咱们很快的生成 非常的简单 所以说这个地方一定要这么写 好 这就是咱们player类的定义 不难 一会咱们运行 接下来是咱们程序入口 man点Java 好 咱们看看它代码 也是package等于com.video 什么意思 说明这两个文件是一个包 一个包什么意思 就是同样目录下 这两个文件在同样目录下 然后我这个man里面非常简单 这是一个程序入口 这个程序入口为什么要这么写 这个咱就死静背 这是Java固定写法 所有的ID的生成工具 都能够给咱自动生成 所以不用担心 也不用去死去它的写法 好 咱们程序入口写什么 第一 打一行message Hello Java Word 对吧 咱们程序第一个都是Hello Word 对不对 我是加个Java Word的 好 然后第二个 咱们实力化 刚才的那个player的对象 对象名叫做player 消息 然后它等于谁 怎么实力 等于一个new 然后再写一个这个类名 然后呢 传入构造器的参数 在哪呢 构造器 入这了吗 就一个参数 name 对不对 那咱们在new的时候呢 就把这个名字传过去 因为我比较喜欢库里嘛 所以我这就写库里啊 然后这个player 算这个事例声明成功 然后呢 点这个shoot 不是点啊 一定要用啊 shootboard2 什么意思呢 投个两分 但是这个库里 我知道三分比两分准啊 但无所谓了 这是咱们程序演示 好 这就是大概的 类的定义与使用的方法 咱们马上试一下 由于是第一期编码 可能时间会有点长 有点超 咱们今后呢 我尽量把这视频缩短 好 咱们现在要运行刚才的罗代码 首先说 咱们用intelligent 建一个java的工程 我看啊 java工程 当然这个还能建android 这个是咱今后的课程 然后还有一个 这个也是我今后要讲的 kotlin 这是最新最新的 Jetbrand出的一个 专门为开发 安卓用的教育员 非常的简单 比java要简单的很多 而且肯定是今后的 安卓开发的发展的趋势 安卓去年 2017年5月份 这个Google的 这个IO大会 已经宣布 kotlin是官方的知识语言 今后呢 我也会开他的课程 好 今天咱们先来java kotlin 您记这事 我肯定会给您讲 肯定要做视频 好 咱们试试 我这选java 然后选一个JTK的版本 现在是1.8版本 我上次跟你说过 为什么不选1.9 好 然后咱们选下一步 这个地方 是不是基于某个模板键 无所谓 这个模板 就是给咱键一个闷函数 无所谓 其实选不选都无所谓 我就选上吧 能够省咱们三秒钟时间 好 下一步 不选行不行 没问题 完全没问题 好 这个地方 我提个工程名 咱们因为是java 我就叫myjavaproject 可以吧 没问题 好 结束 Go 大家请看 很快就能够把这个程序 给咱们升 代码都自动升出来 然后咱们看一下 在咱们这个包下 空点 空码 video 有一个文件 对不对 是刚才给它赠上 如果说我刚才没有选那个从拨满件 那这个文件不给它升上 对不对 好 咱们试试 我先 看一下我的这个课件 咱们先做这个player java 好不好 那也就是说 我在这个目录下 看 是这样 我这个课程不仅是给您讲java 也给您讲intelligy的使用 因为以后咱们用安卓的话 有很多这个UI的开发 都要用它 好 咱们在这地方积右键 选java class 建一个java的类 然后敲上player 然后是class OK 回车 建出来了吧 大家请看 默认这个包也给它升出来 和这个main呢 再一个包 OK 接下来 我把这个player的代码拷贝过来 因为咱们这个做视频节省时间 所以我就不想在这个 自己手工敲了 因为但是这个intelligy手工敲也很快 但是为了更快 所以我就拷贝啊 好 咱们做完了player呢 咱们在这地方需要引用player 对不对 这点 不行 我瞧吧 到底无所 这怎么老中文呢 奇怪 好 不好意思 刚才还出一下试问啊 比如说player 咱们拥谁 拥这个player 没有问题 然后这儿传这个query 因为我现在这个好像不能敲这个汉语啊 也不是不能敲汉语 我得需要设置一下 我这机器几乎不怎么调汉语啊 好 然后咱们点player点 刚才shoot一个boer2 然后 依上来的第一行 咱们是system点out的 然后输出一个hello java word 对不对 yes 这就是咱们的代码 我现在写的跟我这个课件中是完全一样 对不对 就三行 但是只不过我这是库里是那个中文 这边是curry 是这个英文啊 这无所谓 好 那么咱们要运行一下 看一下咱们的这个man 这不man吗 对吧 这个man的类 能不能调到这player类 然后同时呢 能不能声明出来这个库里的实力 同时呢 让库里投个两分 好 怎么运行 大家请看 我选中这个man 然后呢 这边有一个运行的设置 一般咱们选这个默认设置就可以啊 但是它可以做很多细节的设置 今天咱们就简单演示啊 好 我现在点运行 go 它现在是编译 编译完class 然后运行 大家请看 这就是运行的结果啊 在控制台上输出两行代码 一个是hellojava word 没问题吧 就这行输出的 对不对 还有一个呢 是curry 然后两分投球 就这个地方 这个函数 内部里面 给咱们做的各种各样的处理啊 就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我调用它一下 然后呢 它调用一个this name 就是在这构造器 出发给咱们的这个name 然后呢 投个两分 基本器倍数啊 好 这就是简单的Java的语法 以及简单的Intellity的使用 不知道您听见没有啊 应该不是很难 然后我看这个视频 不能超差大时间了 那这个今天视频呢 就这样吧 我呢 把今天的代码 会放到看中的服务器 然后今天的视频 我会传到YouTube 跟You酷的固定观看 推荐您使用YouTube 进行观看啊 好 那咱们下个Java视频 再见吧 拜拜